停靠在路边的电动汽车 突然冒出浓烟 接着发出巨大声响后 底盘起火出现火光 广东网友直击汽车起火过程 引发议论 一查电动车是自家国产品牌 领跑汽车的车款 其实起火家的事情 都是非常重视 目前的话 上午无法排出底盘 是否存在磕碰的可能 近年大陆新能源汽车 市场价格战打得激烈 华为旗驾最新推出的 新款问界M5最便宜的配置 售价人民币24.98万 约合台币112.3万元 常务董事于晨东说 是第一次把高阶智能车的价钱 压到那么低 我们24万9800的 也送了37000元的选配潜移 现在这个疯掉了 这个行业太卷了 国际能源总署最新报告 2024全球电动车占比 预估增加20% 在持续成长的电动车市场 比亚迪等大陆车厂 靠着大规模制造能力 还有享有政府补贴 成了最大赢家 曼谷车展上 不少消费者锁定大陆电动车 电动车焦点议题 还包括小米创办人雷军表态 还没考虑进军海外 未来三年要100%聚焦大陆市场 不过大陆积极开发电动车市场 也已经在国际造成竞争 美国大厂特斯拉第一季财报 不如预期 营收213亿美元 同比下降9% 创下2012年以来最大跌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